2月22日星期二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下 法国议会发表一份议会报告 警告法国必须为面对重大冲突做好准备 该报告赞同法国参谋长蒂埃里·布尔卡德的战略愿景 他认为未来的武装冲突用军事术语来说将是高强度的 即更强硬 更大规模的对抗将导致重大人员损失 在报告中 欧洲议会议员呼吁立即提供财政支持 以重建弹药库存 报告强调 法国也必须计划用民用医院来照顾大量的伤员 最后 报告强调 为了赢得战前战争 在饱和的信息领域驱散意图的迷雾 有必要通过加强行动中打击虚假信息的手段来保持信息优势